去年9月,基泰建设建案基泰大局,因为施工不当,造成了邻近民宅塌陷,而险方昨天侦查终结,起诉了邱星副理、王姓建筑师等5人。 检察官发现,基泰没有按图施工,将连续臂的厚度缩减了10公分,还有监造人以及技师明明没有到场勘验,却假装出席,造假签名。 派建设高层曾经公开致歉,去年9月,基泰大局建案施工,害得周遭民宅坍塌下线,经过7个多月调查,检方29号真结,以违背建筑术成规等罪嫌,起诉基泰副理邱成宏,工地主任张博祥,建筑师王德生等5人,其中有3人,北检跟建刑法院宠众量刑。 翻阅起诉资料,检方指出,作为工地负责人的丘姓复理等人,没有按图施工,把厚度60公分的连续臂,私自缩水成50公分,也无视监测数值,超过警戒值,持续赶工,王姓建筑师等人,没有到场勘察,却洋装出席,签名用印造假,更早有住户,案发起人曾反映污缩, 但基泰篡改监测数据,变更量测初始值掩饰。 面对损零事件,有住户直言,一再受骗,更抨击基泰,后续处理消息,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,双方调解不成,会介入处理,台北市政风处也强调, 全案建造审核损零申诉等等,监管处人员设有疏失,将检讨行政责任。 基泰则回应,全案是意外,案发后也积极面对,努力善后,认为检方的侦查结果,部分与真实不符,对此感到遗憾。 记者陈宽认,陈柏玉,陈立峰,台北报道。